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十三讲 有福的人生 诗篇总共有一百五十篇 在第一篇 可以说是开宗明义的天章 它把什么叫做福 很清楚的表达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华人跟犹太人非常的接近 我们都渴望福气 这个福代表一种快乐 这个福代表一种幸福 这个福代表一种的满足 而我们发现 人所追求的福 跟神所要给我们的福 有很大很大的差距 人所追求的福 常常是地上的 是有限的 是短暂的 甚至可能是空虚的 但是神所给人的福 却是属灵的 却是一直可以延续到永恒的 而且神所给人的福 它是让人的内心 能够真正满足的 在诗篇第一篇里面 短短的六节里面 它提到了两种人 我们说人世间 人有千千百百种人 我们台语有一句俗语 讲到一样的米养百种人 人有形形色色 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但是按神来看 世界上这么多的人 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义人 一种叫做恶人 恶人并不是行恶的人 不是 这个义人是指的敬畏神的人 虽然义人也可能犯罪 但是义人 圣经所表达的 是心存对神敬畏的人 这样的人是义人 当然恶人就是不认识神 对神不敬畏的人 这就是恶人 所以按照圣经来看 按照神来看 人只有两种 一种是义人 一种是恶人 从神的角度来看 人生也只有两种 一种是有福的人生 一种是有祸的人生 什么是有福的人生呢 就是有神同在 有神赐福的人生 这就是一个有福的人生 有祸的人生呢 就是他到最后的结局 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他的生命好像没有根 在那里漂浮不定 他最后要面对的是 永远的沉沦 这样是有祸的人生 而在诗篇第一篇里面 他提到了两个对比 他用两幅图画 他描述义人 好像是一棵树 这个树是被摘的 他的恶人呢 好像康比一样 金风一吹 就归于无有 所以他用两种的人 两种的人生 两种的结局 两幅的图画 来描绘两种人 强烈的对比 在今天我们短短的时间里面 我们单单就 诗篇第一篇 所提到的义人 我们来分析 这个义人的特性 我们请先看 诗篇的第一篇 的第一节 他说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谢曼人的座位 为喜爱耶克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在短短的两节里面 其实按照我们中文 他把福这个字 是放在第二节的最后面 但是实际上 在原文里面 这个福是放在第一节的开头 换句话说 在原来的圣经 他一开头是说 有福的人 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人 换句话说 整个诗篇第一篇的 开中的名义 是讲到福 讲到一个人 怎么样的能够经验到 这个有福的人生 换句话说 从第一节里面 我们看见 一个有福的人 他必须要是一个 抗拒罪恶的人 在第一节 他说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很明显的 你看见他出现三个不 这三个不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义人 对罪恶的一个 严正的 坚定的立场 因为 诗人之道 因为义人之道 罪恶 是破坏福的 最有力的杀手 所以换句话说 当这个义人 他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福 他对罪恶 他必须要很清楚的划定界限 并且他有一个坚定的立场 要抗拒罪恶 所以他说他不从恶人的计谋 他不占罪人的道路 他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虽然我们看见这三句话 好像有点类似 但是其实他是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的 恶人的计谋 那个计谋是在心里面 罪人的道路 不仅是有思想 而且是有个行为 然后他说 泄满人的座位 这个座位代表是一个稳定的 代表不仅是一个行为 而且是成为一个习惯 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福 我们对罪恶 必须要有一个抗拒的力量 当然人怎么有能力 能够来抗拒罪恶呢 换句话说 其实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我们必须要拥有神所给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了解神律法的原则 我们才知道有正确的选择跟判断 好像在创世纪提到约瑟 约瑟曾经在他的职场里面 面对他祖母对他的一个诱惑 可是呢他很清楚的跟他的祖母 保持了很清楚的界限 所以无论他的祖母怎么样的引诱他 他总是能够坚定的向他说不 所以一个义人 他必须要对罪恶 要有坚定的立场 有抗拒的能力 第二一个义人 在第二节 他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换句话说 为什么一个义人 他有能力能够来面对罪恶 对罪恶说不呢 因为他心中有上帝的话 因为他心中爱慕上帝的话 以至于呢 他说他就昼夜思想 换句话说 神的律法 他不仅是成为我们内心属灵生命的满足 而且神的律法 也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 你喜爱什么 我想我们人生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喜爱 有的人喜欢看电视 有的人喜欢运动 打球 有的人喜欢听音乐 当你喜爱一件事情 你就会花时间 你就会花钱 去做那一件事情 但是对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而言 我们一定要有个喜爱 就是我们要喜爱上帝的话语 我们要每一天 要研读上帝的话语 我们要每一天 思想上帝的话语 我们要把对神律法的爱 放在我们的心中 甚至他都爱到什么地步呢 他爱到昼夜思想的地步 我们知道一个人日有所思 他夜就会有所梦 他爱什么 他就会在他的梦里面 就会呈现出来 所以一个艺人第二 他是对神的律法 他是非常的喜爱 甚至喜爱到昼夜思想 让他沉浸在上帝的思想 上帝的律法跟上帝的原则的里面 以至于他有面对罪恶 有抗拒罪恶的能力 第三 一个艺人好像什么 第三节说 他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换句话说 圣经描述一人像什么呢 他像一棵树 为什么他要用树来描述呢 其实这个树 他是被栽的 这个树 他是长青树 这个树是非常稳固的 好像 如果你家里面有种盆栽 你有种一些的盆栽在家里面 你会每天按时的去照顾他 去浇水 你会看顾他的 不像野生的 野生的可能面对狂风暴雨 他可能就损坏了 但是盆栽在人的 主人的细心的照顾底下 他有最美好的成长 所以一个艺人 换句话说 他的神会做他的主人 他的神做他的照顾 所以他像一棵树被栽在哪里呢 被栽在溪水旁 这个溪水 原文是负树的 这个负树代表什么 代表他有很多很多的供应 你知道这个树要长 他必须要有充足的水源 他的根要扎得深 要有水源的供应 要不然树栽下去 他如果栽在旷野 没有水 没有养分 他长不久的 可是一人像一棵树 被栽在溪水旁 所以他不会缺乏供应 因为有丰富的供应 所以他的生命的表现是什么呢 他说他会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换句话说 这个叶子不枯干 是代表他平常的生活 他就有美好的表现 叶子不枯干 显然他是长青树 不像一般的树 一般的树呢 可能到了秋天叶子变黄 到了冬天叶子就掉了 可是你看像松 像柏这一类的树 无论任何的气候 无论任何的环境 他有旺盛的生命力 所以他用树来代表一人 是代表一人有旺盛的生命力 他的生命 他的情绪 不受到环境的影响 无论环境好 或者坏 他一样的依靠神 一样的展现出 那个美好的生命来 不仅他平日的生活是如此 而且这里说他 按时候结果子 这个结果子就是生命丰盛的象征 你看果树 一个健康的果树 自然到了时候 他结了果子 这个果子不是他自己享用的 这个果子是让人来享用的 换句话说 一个艺人 他的生命不是只有求他自己的满足而已 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结出了美好的果实 让别人可以欣赏 让别人可以享有 而最后圣经说 在第三节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这个顺利并不是说他无灾无病 这个顺利并不是说他不会碰到任何的风浪 这里所说的尽都顺利 乃是他所行的都亨通 因着有神的同在 神使用他 神借着他来成就上帝美好的旨意 让上帝的工作 让上帝的旨意 可以透过这个艺人的顺服 谦卑跟卫生 让上帝的工作 透过这个艺人来显明出来 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 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 但是按神来看 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艺人 是敬畏神的人 一种是恶人 你要选择做哪一种人呢 如果你盼望得着神所赐的福 我盼望你选择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 你做一个艺人 而一个艺人必须要如何呢 一个艺人 从消极 从反面来看 他必须要抗拒罪恶 从积极 从正面来看 他必须要爱慕上帝的律法 当你拥有了神的生命 拥有了神所给你的能力 一方面你喜爱律法 一方面你抗拒罪恶 你就成为一个艺人 在神的眼中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愿上帝赐福你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们感谢你 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也因此我们认识你 我们知道你就是万福的源头 地上的福虽然美好 但是何其的短暂 地上的福虽然美好 但是却不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的内心 但是你所给我们的福 是永恒的福子 是真正的让我们内心 喜乐平安跟满足的福 愿你帮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 让我们一方面 因着明白你的真理 让我们渴慕你的真理 喜爱你的真理 遵行你的真理 让你的话常常存放在我们的心中 成为我们的喜乐 成为我们的满足 也因着我们明白你的真理 我们读你的话 你的话语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可以抗拒一切的罪恶 让我们可以有坚定的立场 向罪恶说不 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敬畏你 过一个逃你喜悦的人生 也因着我们生命与你的连结 帮助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面前 以至于无论环境是好是坏 我们都能够展现出叶子不枯干 按时结果值得丰盛的生命 求你赐福 谢谢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